你以為你 你以為你 剛從澳洲回來的周成勳 受到母親邀約 原本要參與三重吉祥樂禁絲鼓隊 沒想到因為長得太酷 先被請來演藝直過 他一定是演壞人的 一定是職業壞人 他的型真的很好 看到直過二的那個逆子 逆子的部分 他父母一直在父母身邊陪伴 然後他還一定要對父母 我會覺得說在國外 我一個人 然後我多希望父母在身邊 其實一開始 他的參與意願並不高 勉強答應母親只參加一項 後來不僅越來越投入 演藝之後的潛移默化 母親也感受到了 居然要回到房間上樓梯的時候 他就唱了一句 就是天下子女應參回 修身陽心此時節 我那時候當下呢 我剛好坐在那個餐桌 就聽到他在那邊唱 就覺得說 哇 兒子呢 參加這一次的一個 父母恩重男報金 有這麼一句話 能夠打入他的一個心田裡邊 幫我菜就放在桌上 在國外住了15年的他 這次回來 珍惜每一分每一秒 陪伴父母的機會 然後心田一轉就覺得說 出國15年 然後現在30多歲 父母也60 對 還有多少個60多 對 還有多少個15年 還有多少個15年 可以跟家人在一起 然後 即使只是單純的 跟母親在廚房切些水果 都感到無比幸福 從精臟演藝中 感受到行笑的重要 也把笑到深入心中 大愛新聞珍善美志工 鄭博人台北報導 謝謝 謝謝